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纳斯维加斯 我看到了最新的消息 因为我做视频的时候 大概是我这边的时间 10个小时左右 10个小时左右 所以当时我获得的信息比较少 所以我去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 只是通过我的一些学了专业 学了专业去判断 但是我又看到更多的信息 至少也佐证了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桥侧翻 它不是塌方 它不是塌陷 不是 它不是坍塌 坍塌是数值方向下坠 而且坍塌数值方向下坠 而侧翻呢 它的有一点也属于叫滑移 滑移就是侧翻就这样 慢慢滑下来 它是慢慢滑下来 比如说那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滑下来速度很快 但是那个在专业上来讲 它的速度已经比较慢了 它是慢慢滑下来的 那这汽车下面一共三辆汽车 最新的报告 三个人死亡 两个人受伤 这三个人呢 都是被压了汽车里面的人 所以 我在上一期说 被压的那个人 那个车里面的人 肯定是90医生的 很不幸 很不幸 好 我上一期中说的 那个卡车司机 就货车司机嘛 他活下来了 他活下来了 有人听 极大 这王八蛋他还活下来 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而且他车187吨 他还能活着 我在上一期视频 我就判断 他大概率会活下来 所以我说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是多么的重要 我看那个 我就只 我光看那个视频 然后 简单的新闻报道 我就判断出 这个司机大概率能活下来 果然他活下来了 现在我得到最新消息 是有两 这个两片上面 桥面有两量 货车 三辆小轿车 小轿车啊 三辆小轿车就不算了 那重量太轻了 一辆也就一轮多 两轮了不起的 这一辆货车 多重 187吨 他为啥 他是运了钢卷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PO出来啊 就是同一款车型的 就是跟那个类似的 他的钢卷呢 拉了 6卷 一卷大概是28吨 啥概念 他就6乘以63 我靠 就光他这6个 如果是30吨一个的话 就180吨 太夸张了吧 那不合理啊 那可能是另外一辆车是另外一辆货车是187吨吧 因为根据我的一些掌握的资料啊 中国的货车 能再往上再往上绝对超重 他一般这个车 比如说 比如说你怎么判断他这个车多重呢 你就以 一轴两轴三轴四轴五轴这个车 比如说这个车是两轴 那他就20多吨 这个货车 三轴就30多吨 四轴就40多吨 大概就 这么难理解吧 他远远超过了 他现在的话已经相当于超过标准 300%以上了 远远超载 而且他是两辆货车 两辆货车在同一个粮片上 在同一个粮片上 而且是在同一 扣得很近 这个粮片一般 我觉得他这个高架桥应该在40米左右 40米 80米太长 60米也比较长 40米比较正常 根据我对 当然40米是现在的话 中国看已经很短了 因为这个桥是2005年盖了 40米已经算是先进了 然后他实际上是有一个设计缺陷的 实际上我一看我就看出来了 我不是上级说了吗 他就一个桥墩 就跟那个独立的了 就叫单立式 单立式桥墩 就一个一个一个 很容易轻翻 还有人说呢 一机动 你想想他一共两辆卡车 两辆货车 一辆货车180多吨了 两辆多少 都加起来干到400吨了 什么概念 400吨 而且他是在同一侧 这个司机 绝对有病 如果我们去判断 直接找这个原因呢 是谁呢 就是后面那个司机 比前面那个司机责任更大 因为前面那个司机啊 他在开开开 后面的司机应该跟他保持抽据 因为你们都属于大胖子嘛 都属于 载重太大了 都属于大胖子 你们应该保持抽据 尽量不要在一个粮片上 防止这个一个粮片 他受不了 他歪掉嘛 倾斜嘛 失去平衡 但是这些只是物理学上的问题 要从社会学去分析的 你要想 他超载都这么超载这么多了 交警为什么不查 而且这货车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 从山东那边 山东省 纵贯整个江苏 到了无锡 这一路上 中国到处的摄像头 为什么没有把他给拍下来 交警为什么不查他的 你想一想 交警为什么不查 为什么不发 他是怎么可以让他上高速的呢 另外 交警你就算没有蹭嘛 你没有蹭啊 比如说 交警我一看到车 可能不太懂什么的 可能刚上班什么样 那他看到两辆大货车 距离这么近 他当时堵车嘛 他看到两辆大货车 距离这么近 他们这两辆大货车 肯定是同时从 从那个 他们是一家的嘛 同时从山东发车 他们一路是保持同一个路线 然后距离很近驾驶 他绝对是这样 根据我看到他那个 亲父事故的照片 我就判断出来了 这帮人 后面那个司机就是傻逼 估计是个新手 如果交警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应该立刻南下 这些货车 因为你要说 你不要开得太近了 保持车距啊 交警 中国监管不力 这是从警方啊 从这个路呢 比如说这个高架桥 他的维护 这个方面啊 他肯定有一个公司啊 或者有一个政府部门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当地的无锡的交警 说 有超载的 不要让他上啊 上他妈塌了 到时候我们都完蛋 你为什么没这个维护这个桥呢 这个公司 为什么没有告诉交警呢 我估计是失职吧 可能没有告诉交警 他抱着侥幸心理 还有第三个 更重要的是啥 就是这个老板 因为这个卡车 这个货车司机肯定是老板手下的人 老板为什么不跟他讲 你不要超窄啊 是不是 第四个就是这个桥梁的就是维护啊 设计啊 他有缺陷 我们必须要说他就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桥是2005年盖的 这个高架桥 中国第一条高速是什么时候盖的 1997年 中国第一条高速吧 我印象中 他是2005年盖好了 那他的建筑标准应该是就 估计是最早也应该是90年代的标准了 90年代的标准了 他不可能是2005年盖的时候 用2005年的建筑标准 他是骗鬼的 他的设计图子绝对是以90年代的 或者说 起码五六年以上 就是2005年之前的起码五六年 就像今天我们盖高速 我们现在的标准 不可能说2019年 我们就用2019年的标准 不可能 我们用的可能是2015年 那已经很早了 或者2010年的标准 就像课本的呢 他 他版本吧 他不是说每年一个版本 那不搞笑吗 每年都换了 建筑标 建筑标准每年都换了 那不开玩笑吗 那个老了 毕竟20年间中国就特别穷了 老了标准就不行 所以实际上他们都要为这个事故 他的生命赴 就是说逝去吧 承担责任 都要承担责任 对我看到下面有一些人评论 说这三个人 中国人说不定就是小粉红 压死就压死吧 怎么说呢 我也希望生命是宝贵的嘛 虽然他们就即使他们是小粉红 我也希望他们生命是宝贵的 没有必要 可以唤醒他们嘛 还有一些说 共产党也不在乎这些几条命 这句话说的确实实在话 共产党不在乎你这几条命了 共产党害死了中国人嘛 几千万了 就你这三条人命 他谁管你啊 怎么可能管你 你死了就死了嘛 那共产党官员一看 死的不是我亲戚 小老百姓 死的拉倒 然后说处理谁啊 赶快找个踢水羊处理一下 他整个国家的游戏规则就这么玩了 你说这怎么弄 是不是 你说这些 这怎么弄 他没有新闻自由 你敢骂政府吗 我问你 现在死了三个人了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在国内用微博 你敢骂政府吗 你说政府 你他妈的 肯定他妈的贪污 肯定是监管不利的 你自明道去骂 共产党 你他妈的 怎么样怎么样 你敢骂 你一骂就被抓了 就说你造谣 不是我刚看的新闻吗 真的是无锡公安局又又抓了一个男的 说那个人造谣 为啥 那个人在微信群里面 说呢 在案发现场出现了一个事故现场啊 出现了一个叫D级市公安局佩戴手表 说那个手表有400万 然后呢 然后就被公安局给抓了 直接进派出所了 你说中国他就 我问你啊 就是 你认为 中国的他的政治 他的游戏规则 他的社会法治 他的 一系列社会问题 难道跟这个共产党老大 没有关系吗 但其中有没有贪污那肯定有贪污 那中国哪个工程没有贪污 你就告诉我 你告诉我 哪个是没有贪污的 跟我开玩笑吧 那当地的当官呢 为什么要搞项目啊 搞项目不就是好贪吗 是不是 那没项目的 那怎么贪呢 那不贪就不是中国人了 所以想一想 到底谁要为 这三条人命负责 不仅仅是那个货车司机啊 拜拜